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冷凍食材有迷思 怎麼挑才正確 螃蟹我絕對不會買冷凍的螃蟹 因為我覺得螃蟹應該是生的 新鮮的 螃蟹只要一死 它就會有一個阿摩尼亞的味道 對… 自己在吃這些冷凍海鮮 我還好耶 就是冷凍鮭魚片什麼 我都會吃 就隨便挑 隨便挑個特價就買 有些產地就是你感覺 自己覺得它汙染比較嚴重 所以你可能就會盡量避開 某些含衣 可是你怎麼知道哪邊汙染 Google就知道了 對 Google 你怎麼這麼清楚 為什麼會嫁給潘若蜜呢 你怎麼拿不懂 這就是世人不懂的地方 要口感還是要健康 新鮮食材冷凍就太浪費 正確觀念要學會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其實有稍微小小的 周邊的民調了一下 很多菜的確是媽媽買比較多 但是媽媽買完之後 好像都認為是 新鮮度的選擇標準 不見得如你們所想的是對的 所以今天我們幫大家 稍微的整理了一下 今天針對了冷凍食品 你在挑選它 到底它會不會踩到地雷 冷凍好還是新鮮的好 好 今天要來考考大家 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看一下海鮮類 海鮮類哪一種比較新鮮安全呢 第一是買活魚 然後回家自己再冷凍 另外第二是直接買冷凍的魚貨 兩種給大家看到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 已經買回來就是冷凍 冷凍 真空飽 這個就是 它本來就是新鮮的 還在那裡游 還在那邊游有沒有 對 然後買回來自己冷凍 對 就是長這個樣子 兩種你們在買菜的時候 經驗如何 哪一種才是比較新鮮 安全的 1 2 請選擇 只有一位1 我拿錯了 如果是當天要吃的 沒有要買回家冷凍 當天買 當天就處理 直接煮魚湯或煎的話 我覺得我就買活魚了 但你回家還要冷凍的話 你還不如買已經真空包裝冷凍好 它是極速冷凍的 它在過程中不會有一些污染 或者說可能有一些水氣跑進去 你自己回家冷的時候 其實那個效果差 已經不清楚 沒這麼冷 所以買回來 如果沒有要自己冷凍 當天要吃你就會買很老 我會買活魚 活的 會比冷凍的好 我覺得 所以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都會去市場看 就是買活魚 而且他眼睛要亮亮的 你手要按一按 有沒有彈性 那你為什麼舉2 對 我是舉到2 對啊 2 活魚 我買活魚 你一隻買活魚 那我也懷孕了 所以我也很累嗎 你因為佳克老婆懷孕的關係 對 所以他的那個就是迷糊 影響到我這邊了 妳是因為跟他老婆喝太過紅酒 我跟妳講 紅節目還不能喝紅酒 上節目 真的要舉什麼 我就是一直說 我覺得要 活魚 而且我以前 對 而且我以前在英國住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英國離北大西洋漁場 其實是很近的 所以可是呢 其實有個秘密是 他們那個賣魚的人告訴我說 其實像你們說那個真空包裝 然後那種鮭魚 鱈魚片 在北大西洋漁場撈起來之後 是送到中國去 然後在中國處理跟包裝 因為他們人工便宜 然後再送回英國販售 所以你看那一條魚啊 從牠被抓起來 然後要這樣遠洋 飄洋過海到中國 然後他們的人工處理分裝 切片 去刺 再重新包回去 再銷售回歐洲 這這麼費工 你看這一條魚 你死多久了 牠至少死到一年了吧 一年 有 真的 因為那個魚船 魚吃到太多滴了 口水吃太多了 真的有一個人 講話這麼誇張 好 所以到底是冷凍得好 買的時候還是說活的 自己拿回來冷凍好咧 來 唐老師 其實這個是冷凍魚會比較好 冷凍魚 剛剛Kiki可能沒有看清楚 因為這個指的是活魚 是瓦跳跳 不是你在架上的鮮魚 其實魚有幾個 就是瓦跳跳 還有鮮魚 還有就是冷凍魚 冷凍魚其實現在都是極速冷凍 其實它保留的營養素是比較多 瓦跳跳的魚 有時候真的要去找 有幸運的商家 我也覺得這是很正確的 因為我們擔心這瓦跳跳的魚 要讓它瓦跳跳 它可能要添加一些東西 這樣我們的風險就相對大 同時我們沒有藥物的分解時間 其實吃進去就反而更危險一點 但是老師 這個你如果依照冷凍 它有兩種標準 一種譬如說遠流 遠洋 遠洋漁船 遠洋漁船它可能馬上撈上 就是冷凍的 對 還有一種它可能沒那麼遠洋 像台灣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就是撈上來之後 它是放在冰塊水裡面 對 大量的冰塊 對 那這種OK嗎 OK啊 其實它這個撈補上來的時候 它這樣子冰凍的話 它其實是比較快送到菜市場 所以我們菜市場買的這個叫做鮮魚 那這瓦跳跳 也要是另外一回事 來 那唐老師我想問一下 我之前有看過那個報導 他說世界衛生組織 好像有做過研究說 如果是冷凍的魚 它好像是可以分解 它魚身上的一種藥物殘留 是不是 所以會比較相對來說 會比較安全嗎 你連這種報導 你都在搜尋啊 你這個除了帶拉拉 你其他沒有什麼事做 不是也不是這樣 這也是就是有的時候 會看到一些報導 然後偶爾瞄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對 是不是是正確的嗎 其實沒有錯 因為有時候放置的這些過程中 藥物也是會分解掉 就像有時候我們買的青菜 我們擔心有農藥材料 而且放置一下農藥也會分解掉 一樣的意思 如果我真的是買這個活魚回家 冷凍不當 那這樣子恐怕擔心的東西更多 洪醫師 對 我們一直在講說 一條魚 放在那邊已經死掉了 它會產生哪一些問題 經過十個小時 二個小時 我們來看一個 第一個它就是會質變 第二個叫腐敗 什麼叫質變 質變就是說 它放在那邊 跟空氣接觸之後 是不是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像我們講 一個釘子放在那邊 氧化就生鏽了 很多的 我們很多的東西 你把蘋果切開來氧化 就黃掉了 這叫質變 質變就會造成 我們很多營養素的一個改變 第二個 我們講說為什麼會營養流失 營養怎麼去流失 大家知道細菌 細菌在地球活了那麼久 它扮演一個角色叫分解者 我們人死掉了 不久之後 屍體層歸層 土歸土 為什麼 細菌把它分解了 細菌分解非常快速 你看 當開始魚死掉之後 開始細菌就在那邊滋生了 冷凍魚生的速度很慢 可是當然它細菌滋生之後 它靠什麼營養 就是靠那塊肉上面的營養 所以它營養就流失了 所以叫做 它的腐敗一些臭味 什麼黏黏 就是它腐敗產生的一些物質 它營養流失 然後那些腐敗的物質 又會造成我們急性腸胃炎 像常見什麼海洋虎菌 金黃葡萄球菌 肉毒桿菌 這些自然在海鮮裡面 都常吃了上吐下泄 急性腸胃炎 可是老人小孩 有時候會一些敗血症脫水 這個是我們講比較危險的一些事情 還有一個是大家有沒有試過 把一些冷凍的魚解凍 解凍完之後好像沒有吃 再給它冷凍 再來這樣重複解凍 它滿多的 這樣子你會發現 它的肉質會不會改變 我們現在講說 魚肉的那種嚼勁 事實上跟它魚肉那個纖維組織 跟那個細胞很有大的一個關係 大家知道 你們常常把那個水果冰到冷凍之後 再解凍 但水果的那種感覺 肉質就不那麼嚼勁 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 大家知道水有一個物理原理 它在4度C左右 那個是 體積是最小 密度是最大 你冰到冷凍之後 它冰塊就會 體積就會膨脹 我們看我們把一條魚 放到冷凍之後 它魚的那個 水分會膨脹 它很多細胞 什麼肌肉 實際上會破壞掉 所以冷凍再解凍 這種動作重複很多次 魚的嚼勁會非常糟 因為它肌肉那個纖維 紋理都 然後整個細胞都壞掉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你如果處理不當 其實還蠻多問題 Jaco剛剛說的 湯老師你也認同嗎 就是當天的就吃 鮮的 如果不是當天要吃的 我們就蠻冷凍的比較好